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国是非常热的一个词汇 中国的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 鼓励大学生创业自谋职业的政策 像在中国的一些一流大学 像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这些高校 也在反复地强调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可是大学当中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情况 现在的中国的高校中的这种院系的体系 就好比把学生都像种子一样 储存在一个一个的玻璃瓶子里 这些瓶子之间是不相通的 也就是说没有给这些种子发芽的环境 那这些种子怎么能够释放他们的创业精神 创业激情和想法呢 这就是现在的高校的情况 我们大部分的课程也是在 创业课程特别是 也是在教室里上的 这些创业课程当中 学生是没有地方去实践他的想法的 也就是没有种子发芽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学校的课程学习 再有呢 学生也在学校当中组织非常多的创业比赛 这些比赛呢 学生提交了很多的创业计划 商业计划 但是呢 比赛结束以后 没有机会去把这些计划付诸实践 去做出来 学生都去干别的了 找工作呀 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他们需要缺乏持续的支持 当学生毕业的时候 要找工作 可以到学校的就业中心去获得帮助 但如果一个学生想创业 学校里是没有一个部门 他可以去寻求帮助的 也就是说 这些所有种子发芽的这些事情 他要自己解决 团队呀 资金呀 产品的开发呀 办公场地呀 他都要自己想办法 大学里还有很多的科技园区 这些科技园区呢 门槛越来越高 比如这个注册的这个场地费用 注册公司的费用等等 由于这些成本太高 学生呢 创业的风险就很大 所以他们往往知难而退 选择就是去找工作了 还有呢 大学呢 也筹集了非常多的资金 来支持高校的建设 这些资金呢 往往用在了硬件方面 比如盖大楼 那我们就希望呢 这些捐赠的资金 能不能多用在一些软环境的建设上 比如用在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些平台呀 一些措施当中 所以针对前面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解决方案 就是要建设一个开放性的 创新创业的平台 这个就好比要搭造 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 给我们的学生 让他们有机会 把他们的创业的想法 创业的激情 在这个环境当中释放出来 那在这个平台上呢 学生就有机会 把他们的想法 付诸实践 在干中学习 在实践中学习 把他的创业激情释放出来 把他的创业想法呢 通过一步一步地 去实践 去尝试 去做 做出来 乃至于创办新的公司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基于这样的想法 我们的清华精管学院呢 就在去年 联合了全校的14个学院 一起创办了清华XLab 叫清华大学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我们希望呢 这个平台是一个 面向全校的学生和校友 发现和培育 创新创业人才的一个 开放性平台 而且是跨院系的 我们也邀请了 清华科技园 清华的企业家协会 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让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 在资金方面 在资源方面的支持 以便服务和支持 更多的学生的创业和创新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个500平方米的空间 在清华的科技园里面 在地下室 学生呢 可以带着他的创业想法和创意 来到这个空间里来做 我们也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指导他们 刚刚一年多时间 我们已经收到 300多个学生创业的想法和项目 有将近100多个项目 已经去注册了公司 也有20多个项目呢 获得了天使投资 或者是更大的投资 从50万到1000万不等 那这些呢 就都是学生创业项目的标识 他们的logo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呢就有机会 让这么多的学生项目 发芽 成长 而且呢 我们确信的一点就是 学生一旦给他了一个好的环境 就是一个创业 创新的环境 他的发芽和成长 就会非常的快 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里 得到的一个体会 但是呢 如何让这种培育 更加系统性 更加持续性 更加有效 是我们所面对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今天呢 也就希望跟各位有机会 一起来探讨 我们如何更好地培养 富有创业精神的学生 谢谢大家